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逃得不紧 大方得很 又放心得很 再怎么逃 都超过不了 她的性格孤傲 凉薄 高高瘦瘦 梳着暗丝头 涂着大红色唇膏 穿着画面旗袍 昂着头鞋逆着目站在那儿 就有一种鸟式的风情 她才华横溢 三岁被诗 七岁开始写第一部小说 十九岁成名 多部小说被奉为经典 世代相传 然而超凡的才华并没有赋予她幸福的一生 若没有她 民国便是寂寞 已失去她 红尘在无传说 这样的女子 世界只有张爱玲 灵依 胜宁是一席华美的袍 上面爬满了枣子 才拥有鲜鹤的家室 但是 富裕的家庭却始终没能给她一份家庭的温暖 她的祖父张培伦 光是年监官 制都朝圆 左父都遇使 是清流岛的主要人物 祖母李居偶是李鸿章的女儿 张爱玲生母黄素球又名黄一半 这是首任张江雪师提督黄一生的孙女 后母孙用拔是曾任魏阳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妻之女 可是张爱玲就是在这样的显赫家世中 场景事态炎凉 看透人情温暖 正如她而言 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 上面盘满了狮子 在她的一生中 承受了无尽的圣明 然而也忍受了无数狮子的叮咬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仪 左二 母亲荒祖穹 右二 姑姑张茂渊 右一的 在天津英族建筑筑的花园里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 本是繁华之都 却在战火纷飞中成为一座孤岛 屋外是轰鸣的炮声 屋内是没有尽头的争吵声 张爱玲的父母本是一对必然 奈何时代弄人 婚后不久 父亲就开始花天酒地 激进顽固之风 而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的丈夫 依然离家出走 父亲再娶 可是年幼的张爱玲与继母的关系并不融洽 有一次 张爱玲和继母起了冲突 继母骂她打她 还诬陷张爱玲打她 父亲近乎疯狂地毒打张爱玲 张爱玲同年照 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 有偏到那一边 无数次 耳朵也震聋了 我坐在地下 躺在地下了 她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她就是在这样亲情匮乏 宛若荒凉的沙漠中的家庭中长大的 遭遇毒打后的张爱玲 被父亲关了近半年的剑壁 就算是在她得了严重的力竞后 父亲也没有给予她任何医治 差点就死了 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 就同他们死在一起 我也愿意 这样简单的语句 生生地透着绝望 终于在1938年的一个深夜 她逃离了那个给了她显赫之名 却宛若一句外表华 厉 内在诗则爬满诗诗的去撬班的家 第二 不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她逃到了母亲的家里 可是命运并没有如她所愿接觎一个光明坦途 她的母亲也是一个极度自私冷漠的女人 对张爱玲来说 母亲就如陌生人一般疏离 两人之间很少有肌肤之亲 过马路时 手臂偶尔的碰触 张爱玲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欢喜 母亲还言语刻薄 三八五次的对她说 我真后悔为你花那么多钱 张爱玲母亲在日渐困困的生活中 截至的经济慢慢抹拾着她与母亲之间的情感 那些索性的难堪 一点点都毁了我的爱 从来没有做过家事的张爱玲也开始慢慢学会洗衣做饭 在经打戏战的日子中 感受着生活的油烟味 第二年 张爱玲一远东地区第一名又易考入伦敦大学 可是 在那个战火分贝的年代 命运的随意波浪 也是如同突降的炮弹 将你的梦想炸得粉碎 张爱玲因为战乱只能转入香港大学 然而 母亲在自己游历各国和女儿的教育中选择了前者 张爱玲的学费自此断掉 1946年的张爱玲 但是张爱玲是怎样倔强的女子 她发奋读书 门门功课考第一 获得一位名叫佛老师的英国教授的赏识 此人奖励了她800港币的奖学金 谁知母亲竟把这笔奖学金拿去打麻将 舒德分文不顺后离开了香港 她与母亲的关系也随随随走向了尽头 就像她在小团圆中写道 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说好永远的 不知怎么就散了 最后自己想来想去 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 然后 你忽然醒悟 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 惊得起风雨 却惊不起频繁 风雨同传 今天变个自散了 她没有体会国家庭的温暖 成长中的苦痛 是深深扎根在她心里的刺 就像骨子里带着罪恶的樱树花 盛开在她的生命里 雷三 见了她 她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琳一生都在描写男花女爱 似乎洞察一切 但是却看不透自己的爱情 好的爱情 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但是 她一生终于到的三段爱情 每一段都已被续收场 其中一段不得不说的是她与胡兰成的爱情 短短三年 耗尽了张爱琳半生的灵气和才华 他们的爱情 在胡兰成读到张爱琳的封锁时 就不可遏制的开始了 胡兰成 23 岁的张爱琳 情都初开 遇见了年长她14岁的胡兰成 衍生了绵延不绝的情愫 倔强高傲的她 从此沦陷在爱情的深海里 跌落到卑微的尘埃里 胡兰成是个文化汉奸 她提醒张爱琳 将来日本战败 我必难逃一劫 只能隐姓埋名 东躲 西藏 张爱琳却笑着说 那时你便姓名 可叫张仙 或叫张昭 天涯地角有我在欠你招你 很多人替张爱琳不值何惋惜 张爱琳却在半生缘回答 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 其实你应该知道 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没有婚礼 也没有结婚证 只有一只简单至极的婚书 胡兰成与张爱琳签订终身 结为夫妇 愿使岁愿静好 现世安稳 将两句出自张爱琳 后两句出自胡兰成 可是 胡兰成是下左的 与张爱琳结婚前 她已经有过三月息子 在跟张爱琳在一起短短半年时间后 她就爱上了护士小舟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至少两个 取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的变了墙上的英文字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取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半衫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猪砂质 她以如此细血的言语形容这段感情 看似置身世外 却自此刺痛人心 她找到胡兰成 要她在她和小舟之间做一个选择 胡兰成不肯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她没有哭闹 爱你的时候 倾其所有 不爱的时候 也绝不将就 这是她对待爱情的方式 她给她寄去了分手信 言辞平淡决绝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 已经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 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 你不要来寻我 即或且信赖我一世不堪的了 并且随心付送了三十万块钱 作为分手费 她说 因为爱过 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 所以宽容 后来 她离开了上海 她走的时候 是那样的坚决 又是那样的不露痕迹 仿佛她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临死 笑 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 哭 你便独自哭 她漂洋过海的来到了美国 可在美国的日子 也没有让她享受到生命的欢愉 也许她本是为文字而生的 她笔下的文字 是她生命的支撑 在画弄人 在美国 她有偶心烈血的作品 一次次为主板设打回 生命的骄傲突然被抽走 就像一个人缺失了行走的灵魂 很难想象张爱玲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中流下了多少泪水 但正如她自己曾经写过 笑 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 哭 你便独自哭 面对生活投给她的一大堆南缠的狮子 她却实做到了顶天立地的坚持 坚持写作 也坚持活着 为了将生活继续支撑下去 她低下了自己高昂的头 开始为香港的电影公司 写剧本以维持生计 生活让她保抢绝望 她却依旧努力在荒漠中开出娇艳的花 万年的张爱玲开始不断的搬家 家具衣物随来随人 不断变换的陌生的环境 空无一物的房间 她试图以这样的方式 摆脱自己内心漫无边际的孤寂 与苦痛 1995年9月8日 张爱玲现世于美国洛杉矶约所 期间后才被人发现 屋里没有家具 没有床 她孤零零躺在地板上 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躺子 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 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 正如于秋雨 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 她死得很寂寞 就像她活得很寂寞 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 是她告诉历史 20世纪的中国文学 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交气的一角 正是在这一角中 一个远年的上海风月永存 她活在孤寂里 却没有在孤寂汤料的人生中毁灭 她在悲苦的人生中燃烧自己 筑成绝美的文字 滚滚红尘中 灵水叫化人 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横空出世的来 倘若无人的活 倾倾由命的走 她走之后 世上再无招安令 张爱玲的一生 与我们的最大不同 就是她的一生是彻底自控的 她说 我不太依照别人的标准生活 她一生都在为自己而活 虽然每一个选择都很热性 但每一个选择都忠于她自己的灵魂 我们往往活到临死 还不知道尊重自己是什么感觉 但张爱玲偏步 我才不要活给别人看 我只活给自己看 她一生都在追求做一个被自己喜欢的人 特别喜欢一句话 所有的女人 终有栖息之地 不是他人 没有自己 有人说张爱玲的一生孤独而悲惨 我 却羡慕她 按自己的方式过了一生